上周说到连日豪雨 宜兰三星葱损失很惨重 产量锐减 这拍卖价格从月初的每公斤 70元上下现在飙破200块钱 甚至因为太珍贵了 还有小偷要偷偷拔走 不过相信之下 如果说临时有上菜市场去买葱的人 会觉得说奇怪了 这葱明明没这么贵啊 最主要是因为没有受到大雨侵袭的南部葱 价格倒是相对的比较稳定 维持在每公斤41元左右 所以就变成南北葱价大不同 铁盘上葱饼煎得滋滋作响 看了就想大咬一口 只是里头包的三星葱 成本贵到店家快要无法吸收 上周连续好雨侵袭宜兰栽损开始出现 三星葱每公斤价格从十月一号的 六十九点九元飙涨到两百一十四元 足足翻了三倍之多 我们年龄续下来差不多一二十天 导致一些青葱都没有办法采收 损失的蛮严重 所以可能要差不多在两个月三个月左右 才有办法正常供应 冲价高涨就连小偷也基于 旧有农民辛苦种植的青葱 大约二十公斤全被拔走 报警后警方也派人定时到天边巡逻 另外再看看没受大雨侵袭的南部葱 平均价格每公斤四十一元两者天差地远 三星葱独掌的情况 短期内恐怕无法恢复正常 华人新闻张正会理事件 叶峰伟 宜兰报导 叶峰伟 宜兰报导